这个确实比较罕见 因为西部战区目前并没有面临明显的威胁 真的很难理解 因为目前看起来新疆那边也是算平静 并没有明显的 我觉得应该它是每一个战区都去 就北部南部都去过了 我觉得大概就是选择性的去 因为这里就比较少去 那这个西部战区会不会跟火箭军有关呢 火箭军也不是只有在西部 当然那个地方是比较多 可是我觉得如果要强调 因为他如果要把阵风素季反腐 在那边特别强调 那当然可能会有那个意涵 可是他更可以直接去火箭军讲这个话 不过说要加速形成战斗力 感觉上就是之前都说要做好准备 我现在在任何地方都讲这样的话 对 但是现在特别还谈到什么呢 还谈到说要提升这个加速准备 甚至是这个军力的部分 还特别会强调科技的军力 那这一点是不是可能也是因应的这个 美国现在的极限施压 这个大陆的领导人习近平就要做好 要大家要加速的做好准备 他在南部跟东部我觉得讲得更直接 就是要什么敢于敢战之类的 然后还有极战的能力 那讲得更直接 我觉得这个当然还是分程度讲 就是南部战区 东部战区 比较真的比较可能发生战争 对 所以他就会讲成那个样子 那在这里讲 我倒是觉得如果他把整顿军纪反腐 在这里特别提 那当然你就会联想到火箭军 可是我觉得应该会 如果是针对火箭军应该会讲得更特定 就是直接去火箭军讲 不过今年4月中国也跟新加坡联合海上军演 那你认为新加坡有跟美国关系恶化吗 看你演练什么 这个是F-16E 这应该是美国的战斗机吧 这个确实比较罕见 就是不同系列的战斗机 在做阿联酋目前应该还没有拿到中国的战机 所以它是美国的战机 然后跟中国做联合的空中的演练 这个真的比较罕见 是啊 就是如果说是跟新加坡的合作 我们好像就觉得 那个是海上的军演 是啊 这个不清楚 因为伊拉克跟中国 我所知道它并没有这个跟中国有很深的军售关系 并没有 这也是说第一次嘛 所以我们才会特别关注说 对所以一开始采购才会有决定要买哪一国的问题 对 所以它并没有形成那个 我们说那个长期的依赖关系 比如说沙特东风就要继续买东风 那伊拉克据我了解是没有 是 所以这个只是刚开始 那一定会有各种力量 应该是美国吗 你也不要想得那么高尚 搞不好是回扣了 有各式各样的可能性 因为这种国家你也不要以为它非常亲民 就是说这个伊拉克自身的因素 对啊也有可能 很多国家都这样 所以没有办法判断 我们目前的资料只有到5月 那日本是卖304亿 中国卖202亿 是 那连英国也是卖 英国是排第三 持有第三 大概买进的我记得只有加拿大 我记得 连台湾都是小卖 我觉得主要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大家认为加息快结束了 所以这个就经济理由考虑 比较合理了 那另外一个是 有一些国家考虑要去捍卫自己的货币 那这最明显的是日本 你想一想日币贬到哪里去了 日币不能再贬了 不行啦 这个再贬还得了 受不了了 已经贬到142了嘛 中国事实上它是卖得很慢 你如果纯粹就速度来讲 其实是很有节制的卖 那买进黄金事实上也是速度很慢 他连续买啊 黄金从去年11月一路买到现在 已经7个月了嘛 那目前累积大概也只有2300多吨 那本来是2000嘛 那现在大概增加300多吨 事实上也蛮慢的啦 对 所以亮哥我们其实看到就说 就算美国不断地在对中国大陆 在施压方方面面的 但是大陆在抛售美国国债的 这个考量上面 在速度上面 它是比较不以政治为考量 那个是储备货币的问题 就是储备 就是应该说国家储备 是要以什么方式持有啦 那中国的美国美元资产 有一大堆形式啦 现在可能很多人还是用美股的形式持有 那美债在降低嘛 是 那可能也有不动产啊 或之类的 因为中国大陆的美元资产超过三兆 是 这美债不到一兆 所以还有其他形式啊 对对对 所以可是中国大陆现在也是很头痛 不知道能换成什么 是 除了黄金之外 黄金大概就是买进就没有再卖啦 其他我认为也是 我认为也是都是在调整中啦 就 因为真的不知道能买什么嘛 对 就边卖边看啦 不知道你要买什么 对 你自己也做过财金啊 是啊 请问现在来买什么 对啊 而且是巨量的啊 对啊 要有相当的大量 足以持有 我觉得全世界所有的国家现在都很头痛啊 是啊 就是因为这个地缘政治 然后这种变数又这么多 日本的美元资产更可怕 它高达七兆 所以最头痛的应该是日本了 是日本 可是日本大部分是股票 对 那这个就是看你要不要长期持有 也没有人认为美股能够移植账啊 是啊 对不对 所以你说怎么办呢 说这样子扫QR Code 这样直接来付 最划算 你不要以为这个没有手续费啊 比较少啊 它可能也要经过银行 你不要以为 你不要以为支付宝是没有经过银行啊 主要是银行没有收它的钱这样而已啊 这每一个 因为中国大陆当初在发展的时候 那个是有一个 政府鼓励的过程啊 通常银行一定会介入的啦 是啦 那你只要经过银行 它就要收手续费啊 只是高跟低而已啊 对 因为我是看CNBC 它那个报导是说 QR这种支付方式呢 它不会对持卡人 比方说我拿信用卡在付 那不会对我来收任何的费用 那那个收卡的店家呢 也不会被收任何的费用 所以这样的话 对两天都比较划算 印这张卡的利润是什么 然后就说汇率也比VISA啦 或者是 不是 我说你要告诉我 支付要更优惠 你要告诉我印这个卡的商业模式是什么 就是 是谁要赚这个钱 如果都没有人赚钱 怎么会有人赢这个业呢 所以那所以现在目前它是先试行吗 就是先不授费吗 因为总有人要印卡吧 而且要发行 这个都要钱 我总要做广告吧 可是这还需要什么卡 这直接就是我扫QR Code 直接就这样付过去啦 就像我在大陆啊 就直接扫码就付就付掉啦 它就直接从我的银行里面 就把那钱就直接扣掉啦 或者是打钱就直接打到我的户头里啦 就是这么方便啊 以后可能你那个QR Code 出现的时候会有广告 谷歌不就是这样吗 那也是免费啦 好啦 这个就至少我们觉得在付费交易 就是在消费上面更方便 除了这个是政府提供的 那就不需要考虑盈利的问题 是 那我们日前就已经看到 日本方面也说要排放核污水 去年Prosi 不是去韩国吗 对 以期月不见对不对 它就是用休假当理由 是是是 都是8月 所以就是固定要休假 这个在韩国叫暑假 它真的有南韩总统暑假就对了 真的有 我算算日子 我觉得其实也挺刚好的 因为你不放在这个时间 那你再往后的话会很忙 就碰到金砖会 金砖是8月底对不对 那后面还有9月的 他们应该有安排过啦 一定有啦 是 特选的日子 应该是啦 通常这个时间 那个美国也是在放暑假 哦 休会啦 休会啊 所以你那个有人就说 你这个时候去美国 你能见到谁啊 是啊 对不对 嘿嘿 对 对不对 賴清德这个时候去美国 国会根本就休会啊 对 对啊 对 所以没有见到也是正常的啦 不合股 亮哥你是已经在预告 他不会见到 不是啦 他除非人家特别跑你的场 那就是他跟台湾关系特好 才可能这样做 是啊 是是 不因为今年有那个指标性 今年是10周年 那美国就摆明了 摆明了就是抵制啊 那就是测试盟方的反应啊 是 我觉得这个对比有两个指标啦 第一个就是说那难道过去 一带一路峰会这些人有去吗 没有 这是第一个嘛 不有时候有去啦 就是以上三人没有 对对没有去啦 没有去 那第二个就是他代替性的人是谁啦 他也许没去 可是还是会派人去嘛 也许是经济部 或者是外交部都有可能啊 那只是要降低那个敏感的氛围啦 因为就是目前几个 连续几个月都是北京的主场嘛 是 就是那G20大概要炒成一团嘛 金砖跟一带一路都是北京主场啊 知道这个还没什么啦 比如说金砖会就传出印度 这个反对扩充成员啊 他说不能够都跟我们一样吧 所以他现在要求要区分 不同的国家啦 比如说我们五个是创始国啊 那其他的是不是要按照不同的参与程度 北约也是这样嘛 对 好像要分个位阶 对对对 印度现在就打算要提这种案子 印度本来也就是一个有阶级之分的国家 然后要把它放在金砖使用 我觉得他就是刻意对沙特阿拉伯 有不同的意见 他还搞了一个说 那个不是民主国家要那么优先吗 之类的 是 这个你听起来不觉得代表美国吗 听起来是 对啊 很像 所以 所以这个不稀奇啦 如果连金砖都有人要来搞鬼 那何况是一带一路峰会 对 因为一带一路就是在中国大陆举行 是啊 还不是在南非的金砖 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啦 因为普京会去了 对对 所以欧洲的人就不跟你碰 对 要不然的话本来马克宏还想去呢 对对 我觉得主要就是因为普京会去 好 这个修法也很严重 因为他要修台湾关系法 对 那这个也会跟817公报互相抵触 是 所以其实他的严重性 跟那个2758号那个法案 有雷同之处 都是直接挑战中美建交三公报 那个2758号决议那就是更直接 就是这个2758号决议不包括台湾 那这个就完全颠覆了啦 那这个是碰到817公报 对 那这个现在他真的会去 要去修台湾关系法 才能够真正落实 不再限制防御性质 对啊 那他所以他要修 对 那这个案子参议院过的可能性蛮高的 可是现在就是变成就是 我不知道拜登如何去说服他们 比如说如何去定位这个法案 因为国会有很多法案 他都是说这个是我们国会的建议 就是没有拘束力 对 因为历来通过的法案也多半是这一种 所以可以在行政部门被挡下 他不一定要这样 他只要说这个是Sense of Congress 这是国会意见 就说过就真让他过了 然后 对啊 那跟行政部门无关了 哇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要把我们变乌克兰吗 然后说现在你看 没有 行政部门不会理他 你说拜登 这个就是国会意见啊 拜登就是会挡下 因为历来通过的法通通都是这样啊 所以我们现在不清楚2758号跟这个法 对 是不是有别于之前通过的对台法案啊 因为对台法案有一些是有拘束力的啦 比如说国防授权法 这个是一定要执行的啦 那大部分都是建议啦 比如说台湾旅行法就是嘛 对 台北法也是建议嘛 那现在还不知道这两个法是什么性质 然后亮哥刚刚还说 说这首歌已经是 亮哥你刚刚说什么 多少版本 七天十亿次下载 七天十亿次下载 还有很多人翻唱 用不同的 各种传统的曲 都翻唱 各种形式 也有女生翻唱 都有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艺生剧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艺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艺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艺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艺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艺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798 CTI-798 有额外的折扣哦